今天開箱這個高三 一盒這麼大 好小 切石 說明書 夾帽 切石 很緊 這個 阻礙著 用了這個高三就差不多幾個月了 跑兩次賽事 平時有練習都用過 相對於 360 或者是 GoPro 來說 這個很適合跑步 暫時因為它夠輕 夾在帽子上 如果你的 GoPro 夾在帽子上 我看過有人夾在前面 但是那個 GoPro 加起來很重 頂帽子很夠勁 而且頭部沒有那麼影響 高手可能做到 我覺得這個不太影響 我的用法就是 開跑前夾了上去 就這樣用這個掣 按一下 開始按一下結束 這個也可以帶上去當作充電 看看拍到什麼 相對會比較好 除了輕輕 這部相對以前的 可以捱到一個小時 大概一個小時 大概一個小時多一點 通常我都用很少 因為拍YouTube 一個小時就沒有人看了 除非來一些很精彩 因為跑步很悶 都一定夠了 如果沒有充電的話 可能單獨大概20分鐘 大概充電 大概一個小時 我都用了一個多小時 一個小時一般都沒有問題 有个好处是, 它的APP可以使用一些速度, 心跳, 加冕, 或者是Strava 但有个问题是, 我上次试试, 这个手机的时间一定要升得很准 因为它用加冕的心跳, 或者是一些速度, 但是它的时间一定要, 两个时间一定要准 要不然, 它没法教的, 或者你用一些Software去做, 因为Software是要钱的 就算免费那些很难搞, 它太久没有更新, 很难用 所以, 这个好处是, 它用手机可以做到, 即是可以显示到心跳, 或者是速度, 或者其他东西 那算是OK的, 它里面没有GPS, 所以不可以显示那些时间, 或者是位置 靠你比赛前就升起来一次, 用手机升起来的时间, 那就应该会准确 我觉得是适合跑步的, 因为它够轻, 而且电量都, 基本是可以做到 跑步的时间, 即是一个多小时, 什么都够了, 比赛前, 比赛后, 基本都足够了 那, 还有什么呢, 那大概是这样, 也值得推荐, 如果跑步的话 那如果其他, 那它的画质是都好的, 不过要有光, 因为太小了, 大部分, 除非你用, 即是, 除非你用高度那些大机, 那就没办法了, 这些小机一定要够光 会拍得好, 每部机都是这样, 大概是这样, 值得推荐